认认国民党 认认国民党现在是大突破 全力是台北是个大突破 还有一个 还有一件事情 针对这个卫生署署长邱文达的这一封信 我们过去常讲一句话 中共谋我日籍 那请问中共谋我日籍是 这我难道代表的是先冯冬奖公吗 还是当时的蒋经国先生呢 这中共谋我日籍 这我代表的就是我国嘛 对不对 这我也可以说是我国嘛 中共谋我日籍 我们经常听到这些话 所以这里面的信函里面 用英文信如果写我的话 当然代表的就是 当时的署名的中华台北 卫生署署长 当然你也可以扩大解释成我国 当然也可以 所以基本上来讲 对国 对他们的行文 你把英文这样子 对他们的行文 不是 我说最强烈的是 对他们的行文 最重要的是人家要能够收件 而不是像以前陈水扁 前总统曾经抗议的时候 人家根本不收件 直接丢到你的饭店的那个下面 把你丢到地上塞进去 我觉得这个是不好的 我们才是损失国家 照你这样讲的话 现在在台湾 这几岁月后五月九日 我们知道台湾变中国一姓 其实应该 805年到现在做这样 应该都要不断的 应该放炮 对不对 明英老为什么不抗议呢 那主权呢 台湾的主权 你觉得说在过去这段时间 明英老执政8年主权有确保吗 从我刚刚讲的过程来讲 有确保吗 现在所以你认为是 主权更进一步有确保 那为什么拿台湾护照进不去 连蔡英文主席 也是无可奈何 她也认定说 不是拿台湾护照 为什么进不去 以前进得去 台湾护照进不去 来民党时期 台湾护照进得去吗 当然可以进去 对不对 都进得去 都进得去 你一起说为什么 你说主权可以确保 为什么台湾护照进不去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五言以对了吧 来 小军一别再讲 刚刚讲的 李应元议员所讲的 李庆元议员对不起 都是云木混珠 是是而非 第一点 过去不管说在APEC 在亚营 我们在奥运会 用中华台北 那是中国打压 没有错 可是请问 哪一次是宗祖国的模式 我们参加奥会 我们参加亚营 我们参加任何的APEC的年会 需要文件先转到中国吗 中国再用中国台湾省 转给我们吗 有时候我们参加这些国际组织 我们所有的名称 要叫中国台湾省吗 有时候在参加这些大会的时候 就这几天 我们叫中华台北 其他时间 我们叫中国台湾省吗 有吗 我们是完全平等的地位 可是这一次 抱歉 只有五天叫中华台北 用待遇 而且只是在会议记录 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其他的360天 我们叫中国台湾省 中国是我们的宗祖国 包括我们要参加他们的会议 我们要发布什么文件 什么之类的 所有的讯息要先告知中国 中国等于我们的宗祖国 这是首开一个模式 请问这叫主权的保护 还是扼杀主权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再来讲 今天民进党跟国民党 最大不同是什么 没有错 在民进党执政的时代 用台湾当局有什么不对 用中华民国台湾有什么不对 我们在拖起我们的国格 我们的主体性 我们从来没有接受中国台湾省 就算2005年 中国跟世界卫生组织 定了这个MOU备忘录 民进党政府知道的时候 有没有抗议 马上抗议 年年抗议 甚至于马上颁布了首则 这个准则是什么 包括你去参加会议的过程 包括之后的善后的会议记录 你不能接受中国台湾 你必须力争 要不就用台湾 要不用中华民国台湾 要不用机构加城市的名字 说为什么在曼谷开会 在东京开会 我们当时的疾管局局长郭旭松 他出去的名义叫台北CDC 疾管局加台北 对不起 至少我们不是 我们不是中国的一省 今天的悲哀是 我们连香港澳门都不如 香港澳门还叫特区 马英九总统 你不叫区长 你叫马省长 你变成要一省 被这件事情 如果不是管委员的揭发 我们今天很高兴 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 是马英九总大吹大蕾 跟我们说外交突破 亮眼震击 我们以这个观察员的身份 中华台北的身份 加入这个世界卫生大会 如果没有管委员的踢爆 不是吗 因为沈女巡在第一时间就承认 去年10月份 外交部就知道这件事情 可是他不敢抗议耶 他不敢抗议耶 他不敢抗议的理由是 要保护消息来源 听得下去吗 好 马英九总统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什么 这是minister对minister耶 有吗 今年有minister吗 今年是professor 我还问了李明亮署长 他说他对于这个professor 竟然不是minister 他也非常的惊讶 小军我进去讲完 就说请问这个有进步吗 我告诉各位 中国是怎么对待你的 当马英九第一时间跟我们说 赢得尊严兽 舆论费被羊羊兽 第二天他握起拳头啊 他说抗议啊 敢抗议吗 吴伯雄在前线有抗议吗 跟胡锦涛会面有抗议吗 没有抗议啊 田委员 在同一时间我们民进党 立法院党团说要临时提案啊 以国会来背书啊 然后要表达抗议信函 是不是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组阁啊 好第三点 更可悲是什么 接下来范立卿讲什么 这个叫中国的Z卡吧 国台办的发言人 叫台湾要冷静 我们的马总统果然很冷静啊 敢对中国说一声吗 没有耶 说了炮火 轰向民进党耶 抹黑扭曲斗争前朝耶 然后再来看 丢脸是什么 今天邱文达这个信函 不只是用私人信函 各位在这个信件里头 台湾的领土 领土是有主权意涵吧 英文里头有没有 没有耶 英文里头是写 台湾跟他附属的岛屿跟水溢耶 用地理名词耶 从头到尾 管辖权 国家 主权 这些通通都不见了 不敢有这些名词来表示哦 不敢有政治意涵哦 用私人意涵就像用狗所讲的啊 用狗说用私人的话 那抱歉 将来也不会列入正式的文件档案 既然你的居心是如此 干嘛贾欣欣骗我说 用中华台北 才不会信件被退呢 好 更丢脸是什么 我还可以跟各位讲 今天这个信是递给谁啊 陈逢负贞吗 不是哦 今天陈逢负贞 好歹 你要派我底下的第一把手来接信吧 他叫谁 法律顾问耶 各位 你可以想想看 如果今天我们好像股东会 我们去跟董事长抗议 董事长叫他底下的法务处的专员来接 你觉得是什么位阶 中国是怎么羞辱你的 好 我们被羞辱了之后 然后呢 我们卫生署讲什么话 我们宣达团今年进不去吧 卫生署的发言说什么 是因为宣达团自己太晚去了 有没有谴责中国一句 有没有谴责过世界卫生组织一句 有没有对中国卫生部 完全没有耶 体贴致辞耶 所以李议员 我帮你补充一句话 你今天居然敢说 我们是主权进部 你让我补充 从形式到内容 非常的可悲 这个例子开了一个什么例子 这个例子开了一个例子 叫做中国是你的中祖国 以后我们参加所有的国际组织 要看中国的脸色 中国的鼻息 中国的安排 中国的应允 而且中国这样欺负你 你还不敢坑一声 我觉得最可恶的是 我认为这从头到尾 是国共和言的一出戏 这出戏 用五天的中华台北观察员的身份 来欺骗台湾人民 而真实是360天 我们是中国台湾的一审 如果这件事情没有被踢爆的话 我们还被蒙在鼓里 我要问的是 最后我要问的是 为什么今天亲蒙大后到这种地步 提府你到这种地步 你完全对中国不敢说一句话 有什么 是不是里面还有类似这样 不可告人的国共密约在里头 你有把你在人家手里头 所以你不敢讲呢 所以民意要马总统硬起来 说真的 这是大家要一起来维护 到底为什么 主持人 我一定要补充一下 来 请说来 中国大陆从2005年 7月把我们欺负成什么程度 我念这个维基百科的内容给大家听 2005年7月 中国大陆的卫生部 跟这个世卫组织的秘书处 签下秘密备忘录 秘密备忘录里面怎么写呢 他说要求中华民国的医疗卫生专家 如果要参加WHO会议的话 必须在五周前提出申请 并转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审核 必须以个人身份出席 陈琦要在处长以下 就是他所谓的疾管局局长 会议资料要注明来自中国台湾的专家 中华民国发生重大疫情的时候 需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认定 是否需WHO卫生专家协助中华民国 需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同意 2007年这个备忘录上半年才曝光 这个是联湖报联湖会的结果 联湖会的结果 联湖会是联湖战跟胡锦涛出来以后 接下来就这个 同一年 怎么搞错 就同一年 联湖的2008年 什么2008年胡说八道 2005年 2008年胡说八道 2005年 联湖会 我再讲联湖会是2005年 你建设等收集吗 我建设等收集 我清清楚做 你在讲联湖会 阿兰旧机长时间参加 2015年连无外做出来的 教室里面联湖会做出来的 教室里面联湖会做出来的 你们官民的搞出来的 你这是联湖会 您是联湖会 你联湖会 李玉玉 我想听讲 如果照这样子的话 现在2005 我看你认为是应该传唤扁来说明就是了 我觉得 当时民进党都抗议过 当时民进党就有抗议过 不見你們抗議的舉世 抱歉 紀錄裡面從未出現你們抗議過 什麼紀錄 用維基百科做紀錄 你笑死人 你把拜託一樣 你做學務是這樣做的 不是這樣講的 這都是事實 所以重點是說現在要去檢討 檢討以前扁 扁時代該抗議沒有抗議 我們要一次對外 不是光對我們自己 講到重點了 你說沒有抗議的 所以馬政府不能騙人民 這是要一次對外 馬政府就騙人民沒有一次對外 沒有抗議的話 只會有那個文件出來 你們可以傳播連主席到這裡說 2005年我就是立法委員 我一直在衛華委員會 李議員 你完全弄錯了 請局長不要參加 在國際法上面 他的內容一定要第三國 就是我們台灣要承認 他才真的是對我們有真的約束力 民進黨從耳聞 耳聞有這個事情 我們就不斷的抗議 所以事實上 你剛剛用維基百科 維基百科的解密是最近的事 請問現在中國台灣社 他那個不是維基百科 我們也不是維基百科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呢 2005年 這個我現在拿到的是 我們國際事務部 民進黨國際事務部 給我的有關世界衛生商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們兩親抗五年 那時候都沒有抗議 現在怪 我們當然有抗議 沒有抗議 連戰軍會 胡錦濤 連警官員 連警官員 你回來了 就是2005年 4月29號 我把這集都告訴你 我跟你講 對不對 這是江黃石教授 他是台大法律記的教授 他在這投書上寫得非常的清楚 說2005年當時沒有錯 如果世界衛生組織 用中國台灣的名稱 要這個發函給我們的時候 就是神呂巡 神呂巡次長 他就立即抗議要求更名 但今天我們所擔心的是 這個密件已經爆發了 這個密件是什麼 是2010年9月 這個世界衛生組織的幹事長 對於適用IHR指示文件 這個密件把我們當成 這個台灣 台灣省 中國台灣省 長期的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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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件上面 那剛剛你講的 就是說我們參加雅營的模式 是台盆金馬 獨立關稅領域 就是剛剛美美講的 完全沒有宗祖國的意涵 是平等的 那現在我現在跟大家講 這個江黃石教授 他查到在2011 就是今年1月15號 國際衛生條例專家名策 這個是我們政府 國家報上去的 台灣指派的專家 叫做張上淳教授 就是我們前衛生署附書上 登陸做 中國台灣的專家 這表示什麼 這種做法就表示說 我承認你中國 以及世界衛生組織的 這些幕後的 叫把我們當成 中國台灣省 這個是我們政府 自己同意的 我們以前是敵死不能同意 而且最重要的是 馬政府三年內所參加25次 專家或技術會議 全部由中國決定 再由WHO秘書處發函 將我國稱作中國台灣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差別 就在這裡 你承認跟不承認 你的動作是什麼 所以我現在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我們身為觀察員 觀察員 根本不是衛生組織的會員 所以你所遞的抗議書 事實上 對那個秘書處 根本就可以不理你 就像我們立法院開會 你一個民間團體 來遞了一個東西 給我們的主席 我們主席當然可以 不把你列入紀錄 也根本可以不理你 既然這樣的話 你就要多凶就多凶 打完的就要打完的 你今天為什麼回國來圍照文書 你在衛生署的網站上登錄了 公告了 那個是有公文書的力量 你把愛翻成我國 什麼時候我們的衛生署長 變成總統 邱文達變成總統 你講Chinese Taipei 衛生署邱文達是台北市的 衛生局局長嗎 我意思是說 你整個都亂了 你把愛翻成我國 這個不是英文不好而已 那個完全是違造文書 而且是欺騙國人 然後邱文達還說 會有一個前所未有的強烈 我們在立法院 已經吵了一整天說 好 那你要出國之前 讓我們看看 那個內容是什麼 也都不敢給我們看 我現在知道 他為什麼不敢給我們看 他寧可回國造假 寧可回國偽造文書 我覺得那個衛生署的官員 負責翻譯的官員 非常的可憐 他到時候 如果有人去教他 他真的要為他做文書 師傅 都iği 妙